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私家车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很多家庭都已经拥有超过一辆的私家车 甚至豪车跑车也是屡见不见 车辆多了 社会交通秩序自然也成了一个大难题 交通是个频发 交通隐患越来越多 因此 国家颁布了一项又一项的交通法规 来限制道路车辆 加强道路管理 例如车辆里让行人等 自从出来之后就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绝大多数司机们都遵循了 然而也不免有一些蛮横的司机 而本文要说的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不久前 一辆粉红色的马沙拉蒂基地 在过奔马线时并没有做到里让行人 并且各个分的是 司机还不停地通过按喇叭的方式去赶行人 正在执法的消息 随即就把这辆车给拦了下来 学军这辆马沙拉蒂车牌号很虚熟悉 早已在交管所记录赛案 原来这辆车的车主正好是前不久 还因为酒驾而上了新闻的刘女士 刘女士在下车之后 看见交警非常紧张 因为上一次的酒驾已经让刘女士吃了大亏 这一次又被交警拦下 刘女士长了记性 非常诚恳地向交警承诺错误 希望交警能够给自己一次机会 对自己网开一面 下一次一定会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也让行人 可是由于这辆马沙拉蒂 已经存在了多次违规现象 所以交警还是为了道路安全 考虑对刘女士的车辆进行了扣留